好 現在回到現在 今天的比賽是我們的 6MAX的快速賽 那是TURBO的比賽 那它是每30分鐘一個級別 買入是25000磅 它的騎士籌碼是20萬 騎士級別是500、1000 並帶有1000的潛注 那今天這場比賽 是有可能今天打完的 那如果沒有打完的話 那它的Day2會放在4天後的 十散毫克賽的後面 這場比賽也是我們這次比賽的一個 熱身賽 是整場系列賽的第一場賽事 雖然只是一場熱身賽 但它的買入級別已經是 世界上其他比賽買入的 一個毫克賽級別 有很多人在Facebook上 那些人 那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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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讓他們去做 那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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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們所舉辦 算是 由他們發起的一個 超高額的豪客賽 也是一個慈善賽 那一般的職業玩家 你想要報名 其實你還是不能報名的 是由每一位富豪 可以邀請一位職業牌手 來參加這個比賽 對 這是一個比較 清晰的一個賽制 就整個主辦方 考慮到綜合的因素 所以這個比賽是邀請制的 那麼每一位被邀請的玩家 本身就代表了 世界頂級的一個出眾的實力 是的 這兩位玩家是 都是 有蠻強的關聯 都有一些擊中 裝備是擊中的 裝備的這個 這名 應該是俄國玩家 那我剛好看他的 他叫做 OPEN 這名字有 這名字有 相對會比他現在 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名字 稍微好唸一點 Kisach-Koglu Kisach-Koglu 怎麼 Kisach-Koglu 應該這麼唸吧 在歐洲往北 特別是往東北的方向 越往東北 名字是越難唸 我們盲諸位他擊中了一個 第二大堆 那還有一個 買雙頭順的機會 很有可能這邊 雙方都會選擇過牌 都會有一些 還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攤牌的價值 哇 我們的OPEN在 最後擊中了他的三條 沈裡的三條舞 其實 可以從 我們的 大門偉玩家身上 是拿來一點價值的 他 擊中了巴覺得自己大了 他還是試著做一個搏價值價值 主動全拿一些價值 至於我們狀態的OPEN 有可能 有可能會做一個小的家主 因為畢竟他這邊擊中了三條 雖然排名上看起來蠻危險的 畢竟有順有同化 可是在 這個狀態之下 當然根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至少一定會做的事情 只是他現在在想的是 應該是不是要做一個加注呢 選擇加注到27000 畢竟對手下注的尺寸比較小 他可能覺得 對手是在做價值下注 看來我們這個 裝衛蕾這個OPEN 這名玩家 其實也是算是蠻有經驗的 他知道自己這個 這個三條舞在這個結構上面 還是算是領先對手大部分的範圍 所以選擇一個價值的加注 這裡的8也是蠻困難的 這裡的8也是蠻困難的 自己主動打出去之後 其實是會面臨到這樣子一個比較尷尬的境地 因為8在這裡 因為8在這裡挺大的 應該會是個背斧 他選擇跟住 選擇跟住 挺大的 因為在一個前兩條街 都是做了過牌的情況下 8其實是挺大的 而且對手在這裡面對他的下注 做一個加注 還是有蠻多的一些 fluff組合 這邊選擇家族 哦 六七 在開局的位置是直接 做了一種很小的家族 好 看皮特學長 八六雜色 我還在說 你現在好像是一個公共同學生 五年以後 還是選擇防守 對手 有一個公共同學生 對手 對手 這個防守 是防盜貨了 是的 而且對手是有一個很強的 一個 強口袋隊 對 目前只蓋了一張帽子 那這卡路奇 直接打得不疾不虚 JJ在这个结构上面做了一个check是蛮OK的 进可攻退阁走对手打还能跟 我看到这里有Peter Jayton 这里怎么打都可以了 我觉得打个一半好像蛮不错的 我会他看我们的Peter Jayton 在前之尾他还是属于一个偏保守的玩家 直接做了一个可能会很大的下满持 打一个part 因为毕竟是由vlogger两买花 Carlo这边反而JJ是 照理说这个JJ在这个转排 势必要在跟一发对手的一个下注 直接面对一个满持 首先第一个面对满持 第二个他面对的是Peter Jayton 这两斤自己加起来他的JJ可能会省下一笔钱 还是有跟了 这阶线现在太大了 哇 这算是满价子的 但他也会意识到 当他跟住了这一发之后 盒牌有可能会面对 哇 哇 这个有点惨啊 这个Peter Jayton要输好多啊 因为他这里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六很大 输的组合太少了 这边Peter Jayton 他刚刚转排都打这么大了 在这个 在这个 如果他这里再打一个满持的话 哦 好像是 哇 这是一个五万了 好像 也算是满持了 五万三千五打了五万 对 那面对对手这里应该是个All-in了 对啊 对手这边应该就是一个2-out Lucky River 其实算起来是套持了 但是 但是一个满持被对手直接做一个 加住 拳下 特别难受了 这边 这边其实被All-in了Peter Jayton 应该也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是输了 首先他的Kick不够 那对手这边其实很难Blob 对手有Pucky Queen slowplay 那当然也有Pucky Pucky 3也是有可能的 他后手只剩下八万三千 我们的底持已经来到二十六万七千 我相信Peter Jayton 选择勾 还是选择跟了吗 选择跟了 因为打了两个 打了太多进去了 打两个满持套持了 打两个满持就真的是 很很难受啊 这个勾勾 这个牌 我们的谭宣面对了 Vogerson A-K对八八 一个比较大的底持 我们没有看到 翻牌前的动作 可是依他们两个位置 是 庄位跟小芒 跟小芒 应该是一个 至少三败的底持 三败的底持 三败的底持 好 做了一个下注和跟注之后来到合牌 一张梅花九 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们并没有看到前面的这个动作 那我相信 谭宣这边 应该 还是会选择一个 比较大的价值加注 那 Vogerson这边选择跟注 也是蛮有道理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应该是个再加注底持 那这张K 虽然掉出来了 那这张K 其实对于谭宣的范围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 bluff card 一个一样偷积的牌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 翻前 加注到7000之后 做了一个 28000到3万左右的 再加注 然后一加call 然后再转牌 有打 35000 那么来到一个 16万 左右的底持 差不多 翻牌有可能都是 翻牌没有打 翻牌应该有可能都是check 那这边对于我们的Vogerson 就是一个 想要不要抓他一个SQ的miss 可是这边 下注其实蛮重的 11万是 将近35个大猫 而且是几乎把自己后手的一小半都打进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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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非常的好的 在来的时候 我遇到 葬大哥 葬叔徒 他说谭轩的天赋 非常的令人羡慕 天生干就好 做了一个跟注 好 看了一眼他的八八 无奈的马克 好 坦轩这一把 相赢了19万 相当是一个骑士抽马 好 我们的Lukas Greenwood 这里拿到一对四 在小盲位置 对 选择一个平跟 对 F 然后Michael Soiza 这边有一个 勾二不同花 选择一个过牌 这里如果选择做了家主 很可能被4-4做一个Limp跳 对 可能会被LimpRays O-1 对 像这样子的一些 中小型的对手 在这样子一个 30多个球马 游下球马的情况下 是可以做一些 一定频率的 0-3 Bet 那我们这边的Lukas Greenwood 选择一个 像是一个 保护的一个下注 但我们Michael Soiza 集中一个对子 在E对E的中央之下 还是 会选择跟注 继续看一下 转牌这样子 转牌是看到了一张二 马上集中了三条 那我们的Greenwood 其实这里应该要 感觉啊 对手 除了买花的一些组合 和A-Hai组合 之外这里 大家赢的东西不多了 因为二啊 六啊 圈 所有的集中都已经超过了 只要对手在翻牌 有任何个对子的话 他现在都是落后 那我们的Michael Soiza 在这边 是必要为自己的三条 多拿一些架子 他希望对手可能有六 或有圈 可以来支付他这个下注 对手 对手这里的下注范围里面 除了二六圈的组合之外 其实六的组合不太会有 除了二圈的组合之外 会有多少是一些买花的组合 我觉得只要对手 这里还有一半 是没有对子的组合 还是选择可以防守 但是也最多是一条街了 那这张K其实对我们的Michael Soiza 是非常的好啊 非常安全 因为没有开到花 那对他来说非常安全 他应该非常了解 知道自己的二是大了 我觉得这边 他蛮有可能会做一个半尺 甚至三分之二的下注 四万四千的底尺 两万五吧 对 45,000 哇打很大 打一个满吃 满吃 直接是盖牌了 他想抓对手的一些圈了 对 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强的职业玩家 在拿价值的时候 特别是在后两条街拿价值的时候 出手非常凶狠 是啊 好像 我们的Voxon那些围巾啊 一些那些套头 都不能用了 对套头衫啊 那些墨镜啊 都不能用了 这是他的最爱 好那这边 五个最喜欢 在这边 all in 是直接all in 大概25个盲柱 那Voxon这边其实 比较尴尬的是 他后面还有三个人 那Voxon这边很有可能 S-Jack是会被打盖的 因为其实 这个all in 还是蛮多 还是蛮有一些威力的啦 将近是25个大盲 而且是在枪口尾 对 我们的AV6是一个比较 呃松 翻前比较松的玩家 如果Voxon 如果他的位置可能是小盲或大盲 他跟住的意愿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对吗 对啊他也是觉得太多了 对太多了 后面还有三个人 三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有5%有大牌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 很有可能会被 用跟一个不够强的牌 很有可能就被炒车 好我们的车位 然后在这里是 倒数第二个位置的小盲位 他跟的概率就更高一点了 对就会比Voxon稍微高一点 选择做了一个隔离 啊 这是位置的问题啊 那Voxon 他的位置比较不好 后面还有太多人 可以看到 三张A已经出现 但是A5可以看到 大盲位是盖掉了5-6 那么5也少了一张 勾也少了一张 这张 这个翻牌只要是 如果什么都没有发出来的话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称为良 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些击中 这个 这个翻牌其实对我们A5-6 非常的不好 哎呦这张7 有点 起死回生的感觉 可以chop 8-2 没有 那我们的大猫 是有点尴尬 上来天顺 那我们的 我相信他这个移动的速度 应该是要 再来一次 再来一把 booking was like 100 pounds each if you don't show up you gotta pay 100 pounds anyway 我们的open 在这边 冠杀位拿到了一个 s king 加出2.2个大猫 那我们的 看来我们的 能抵抗的 就剩下我们的 Lukas 国营物 在他忙着一个A3童话 有效球马不是很深 底池有29500 有效球马还剩下 163000 那两位都记中了顶对 那这个牌 是会打一个不错 算蛮大的底池了 那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 其实像我们 刚刚有类似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的open 也是open了一个 一个 一个 A 比较小的 是A5还是多少 然后他会选择一个check 那这边AK 应该是要选择下注 他之前是A3 A3方便 其实延迟下注的方法 可以推荐给观众的做法 你可以用一个 用个8当领界点 可能A8以下 可能是 不打 A8以上打 就是让 这个好处是让对手 怎么讲 让对手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传达的讯息 就是 我checking 并不代表我没有A4 而且刚刚那首牌是 有一个 是一个彩虹面 是一个彩虹面 对 这首牌在翻牌是有一个 前门买花 他选择主动跳出来打 可以抓很多的东西 因为这张10也是挺大的一张牌 我们的open选择一个埋伏 选择一个过牌在 也算是控制 他并没有选择用AK打三枪 这三枪他不一定能垂得光对手的Greenwood 可能觉得自己现在有机会是大了 他很有可能做一个很小的架子下注 可能反打 一万五之类的 选择反打 选择反打 然后也是在自己的心理价位之内可以支付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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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赢了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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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有个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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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麦克尔斯莉莎 会抵抗他的go6 对 麦克尔斯莎 如果刚刚都抵抗了3-4 off 那go6 off 抵抗也是一个 蛮合理的一件事情 反排是28圈 两方片 我们的克尔斯有一个后门 铜花顺的一个品牌 那克尔斯这边势必要租一个下注 他选择过牌 那麦克尔斯莉莎的Jack 可以轻松的摊牌 那我们的卡尔斯的S10 应该也是有一些摊牌价值 可能不一定会选择攻击 Jack 选择过牌 那麦克尔斯拿下了敌尺 防守成功 你跟本一边 比赞比赞 还有一些摊运 这链子 也有帮助 你都是个一年来 我们就好像我们会认为 你完全出现了 我不是说 我还不硬 我认为 我认为 Cristoffer来的 哪数是 你應該是對的 Mikita總是穿著膝蓋 Mikita,Mikita他不是英文 Late好像英文 對,一點 他們也聊起了另一位 在傳奇扑克系列賽 發揮非常好的玩家 Mikita Gash 2013 Bad Zakowski 我們這邊 忙著的 他拿到了S-Jack 沒有選擇做一個擠壓 因為畢竟 對手開牌的位置是在UT區 那如果相對 如果這把A3這個人 他開的 他的位置是在Cuttle 或是Button的話 那這個很有可能是會做一個擠壓 兩位都擊中了踢腳 Ruster應該是會 選擇開牌了 過牌之後面對一個C-Bad 兩萬一千的C-Bad 兩萬一千的C-Bad 我看了幾個手 我心想想 這傢伙在做什麼 他說他只是做FMI 但為什麼 安排有兩張紅桃 選擇穩健的跟注 並沒有選擇太早的暴露牌裡 並且頂隊也不是 轉牌來張A4就有得打 這裡是一張紅桃石 雙方都不太想看到這張牌 都沒有紅桃 那這裡A勾是要衝出來打嗎 八萬五千五百 A勾這邊還是蠻適合繼續過牌跟注的 而且牌面其實發的有點慘 這個牌面發的順花都到 三連張 A3有 比較小的碳排價值也選擇過牌 那這邊盲住位 這邊他要選擇做一個價值的下注 或者是想要做一個check 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當然對手不排 所以有一些QK的check behind 是很有可能的 但check在這邊其實蠻大 那對手 還是可以做一些主動的價值下注啦 以他剛剛都可以在一個 Ace 然後被疊牌的一個狀況之下 都可以打一個超次兩倍下注的風格的話 我相信他對於價值的那些 他是會想要抓得很細的 所以這邊主動下注我覺得蠻合理 一萬八千 拿很薄的價值 那這邊其實 其實對手很難想說這邊有什麼bluff了 就該中的全中的390 勾都在上面 然後這邊是很難抓下去的 A3 A3還是弱了一點 不過他這裡有很多東西要call 因為對手下注實在太便宜了 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下注 基於數學上他 他會去抵抗非常多的範圍 不然會被剝削太多 這邊如果我覺得唯一這邊能 只能轉bluff了 這邊不太能用跟的吧 做了一個八萬八千的bluff 哇好多 超大 真的是超大的 面對一個一萬八千的下注的話是超大的 但是面對這樣子一個底池 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價格 我覺得蠻有機會被抓的 蠻有機會的 蠻有機會的 EGO很大的 畢竟對手在轉牌的時候是沒有下注 他突然在這個river做一個加注 其實是有點不是很合理 假使你有一些銅花 或是你有一些順子 或是一些牌 其實你都試著要繼續把底池照大 你才有辦法拿到更多的 的錢 變成是說對手現在在 在代表說他的手牌 可能是一個pocket5 就是他能代表的牌 並不是說太多 他們畢竟是面對了一個八萬八千的家注 這隻的確給對手一個很大的壓力 他需要去跟注7萬 去贏取一個26萬一千五百的底池 他在合牌下注非常小 有點像是隱憂在對手 隱憂對手犯罪 那現在對手犯罪 應該是要抓一下 如果在這裡他抓機失敗的話 他的後手還剩下九萬八千 就是現在二十個大毛 對二十個大毛 是一個 瀕臨危險線 還好 要成功 要成功了嗎 很艱難 他覺得蓋牌 這時候成牌轉bluff 他笑得非常開心 好幾秒 哇 這邊就直接被打蓋了 這次場地的佈置 那個走道就真的很帥 用一個螢幕 搭乘的一個走道 非常的炫酷 畢竟這是一場 報名費都要高達105萬 英鎊買日的賽事 但他們全捐出 但他們全捐出去了 他們的那個5萬英鎊全捐出去了 這次除了我們 在明天將會 開展的105萬英鎊買入的長牌主賽之外 還會有一場 同等買入的短牌主賽 短牌賽事 還是會小一點 對 好 這裡我們在戴利德斯 哇哦 這個 哎呀 這應該就是會被哏了 撞到啦 這裡是 對皮特選擇 直接OE應該也是 因為小盲跟大盲都是短碼 20多個BB 20BB 20BB出頭 就正了 那皮特本來就是 稍微打得比較兇 這個A9其實 也雖然 看起來沒那麼漂亮 可是A9也算是一個 蠻強的 這裡好像是屏幕上顯示的 應該是一個 顯示的錯誤啦 那應該 皮特應該感覺是個 open 然後是被我們的 Vergzen直接OE 一個22個大盲 那A9其實是蠻邊緣的 既然是 但既然是OE還是要 還是選擇跟了 對 那這邊應該是 皮特 應該 皮特選擇open 然後應該是被OE 然後選擇跟圖 那剛剛可能顯示的順序有點錯誤 但A9還是有點大了 對 A9還是有點大 正好 正好在大盲位的 A 哇 A圈是太大了 三個出牌 三個出牌看一下 目前還是三個 7%的盈率 被沒有發出來 那麼我們的 WP的使用意獸 A9 組成的 三張八代兩張九的FuHouse 把我們的Vergus 帶走 帶走 Sam Greenwood 比他兄弟Sam 要劍彈的多 Sam你是不太講話 在桌上打得更認真 更加嚴肅一點 我們這邊如果是Greenwood 跟Pocket 5 在海球選擇加住 兩個大盲 一萬二零 我們的裝衛 Roser 又拿到了一手A4 雜色 我們的小盲 有一個 A5 銅花 那有基金一點 玩家這邊會選擇Owin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名玩家 要做的決定是什麼呢 選擇做一個 平跟 平跟 那這樣子平跟之後 大盲的玩家也進來了 看一個翻牌 3 3 3 Go99 2 2個玩家選擇過牌 那我們Lugas Greenwood 這邊有個Pocket 5 可以選擇保護 選擇保護一個下一個 4萬2千 可以下一個 1萬4 1萬5左右 選擇過牌 選擇過牌 畢竟可能他想的 可能是面對兩家 那如果這邊 如果兩名玩家 在 在渡的過牌的話 那 我們的Lugas Greenwood 很有可能 就會來下一個 保護的主馬 一隊伍如果在翻牌 不做保護的話 一牌不做保護的話 如果在轉牌面對 其他玩家的一個下桌 我們這裡 我們的Open 是要選擇 在這裡偷了 下桌一個2萬4 對 因為他看到 這張是 這張轉牌的3 是一張 Totally Blank 他看到兩位玩家 其他兩位玩家 都沒有在 都沒有在翻牌打 那麼Greenwood 應該是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了 很難去抵抗他 這裡 陷入一個較 艱難的抉擇 他選擇跟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iver 假如River Miss的話 我覺得這Open應該也持續 要再打一發了 因為畢竟他是完全沒有擊中 跟他比較堅 其實這張疊牌就不太好了 因為 可是他 這邊 試著 有機會把對手的 K-High打開 比如說 K-10 K-Q 之類的牌 因為畢竟他是Chain High 如果他的S High 他可能就會選擇一個Check 畢竟他Chain High沒有什麼 攤牌的價值 那對手其實是有一些 買順的一些組合 很有可能在這邊選擇要做一個 可能是 6萬的投機吧 6萬 如果兇一點 可能打個9萬 都是有可能的 6萬是滿好的一個駐馬 那這裡Greenwood在轉牌 面對對手的一個主動下駐 跟駐之後 合牌是很 好難再考第二槍 偷機就跟撒謊一樣 你這邊偷了一個機 你必須要圓一個更大的黃 來把這個機給拿回來 你打的時候 River如果再不打 你就只能放棄 就損失了前面的東西 這邊選擇下注一個 好像是3萬多 3萬8 3萬8千 像是貌似價值下注的一個尺寸 那這邊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Lucas Greenwood 會不會選擇跟注呢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真的是不容易啊 因為畢竟 你要去跟這個Pocket 5 其實你覺得是 勢必就是你 River就是要拆了嘛 如果你選擇 轉牌選擇要跟這個5的話 River就是一個 會比較困難的一個決定 因為他轉牌的跟注 已經是非常邊緣了 轉牌的跟注 他Flub沒有保護 那麼轉牌的跟注 就非常邊緣了 這其實就是所有撲克要追求的一個極致 如何去 在你牌不夠強的時候去跟對對手的一個牌 就是很大很小牌大家都會處理 這種中間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牌 你要去抓對手其實就是一個 蠻辛苦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考驗 非常考驗水準 他幾乎要幾乎是要拿下 拿出籌碼來跟了 他幾乎是要拿出籌碼來跟了 幾乎是要拿出籌碼來跟了 他剛剛傾向於拿籌碼的 可能需要用到第二張的記事卡 他在在莫提卡拉的競賽 選擇跟注 他選擇跟注 Buy old and herbal chips in the place to make a single transaction home 我們的Michael Soyza拿到一個Pocket Kings 然後我們Burgerson剛上桌 就拿到一個A4銅花 而且面對到了對手的KK 那這邊應該還是一個跟著啦 應該還不會打得非常積極 畢竟是忙著 選擇平跟 大忙為的 做一個300的一個Range是非常窄的 直接是拿到了一個 剛上桌就拿到了一個A4 擊敗了對手很強的一個手牌 Michael Soyza這邊應該會選擇一個過牌 KK是蠻有攤牌價值的 轉牌也可以去跟對手的一個下注 果然是選擇過牌 Burgerson的大忙為拿到了A4 這種A其實比較的隱蔽 大忙為還是比較隱蔽 我相信Burgerson蠻有可能會繼續做一個過牌 因為他畢竟帶的KICK也不是很大 那過牌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Michael Soyza有什麼樣動作 自己在做一個決定 因為畢竟他要籌碼比較少一點 他任何一個下注都會比較小心 連續過牌了兩次 那Michael這邊很有可能會做一個下注 第二次過牌的話 他的KK就是覺得自己大了 要去抓對手的一些 口袋對一些6和8的價值 那這邊下注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其實也可以在 River可以看到一個便宜的攤牌 如果這邊被跟住的話 River可以做一個check 甚至如果說Burgerson在這裡 也只是緊緊跟住的話 他合牌可能還會追槍 KK有可能也是可以追槍的 選擇跟住 但是這樣子一個好處就是他的主動權 始終是保持在了Soyza自己的手上 但是俄牌出現了一張4的話 我們的Vorgerson會怎麼做 主動去拿Value還是選擇過牌 因為畢竟上面現在已經成了三張黑桃 那他的A4兩隊 對 應該會比較像是一個過牌跟住的一個範圍 那選擇過牌 Burgerson公然是打得穩 他的A4在這裡 就知道自己明顯大了 只要看怎麼去選擇 好 這邊我們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一些move 這個我們的Rusor這邊選擇一個平跟再 hijack 用一個S Queen一個蠻大的騎士手牌 蠻奇怪的一個打法 我前陣子我自己有研究一個平跟的一個策略 那蠻有意思的 我平跟大概選了大概7.62%的牌做平跟 然後選了大概1.9左右的牌做Limper Race 然後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在有一些比賽 你覺得你Pose Flop比對手好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些戰術或對手打比較 Wick的時候 其實你在前位置做平跟其實 大家真的沒牌是不敢亂動 那我覺得 偶爾用一些平跟的一些策略 可是換言之 如果假設你用平跟的策略來進行這個遊戲的話 如果你基礎不夠好 會為自己帶來很多麻煩 因為當你的路持越多的情況下 你的遭遇到的一些對抗越多 好 這裡我們的Voxon是拿到一個頂隊 直接選擇做一個8000的下注去保護 也是有點像是投石問路 因為畢竟對手平跟 你也不太知道對手是有什麼牌 三分之一的一個下注 Greenwood是兩高張戴卡順 就是卡納紫順 這邊是Greenwood平跟 你就會遭遇到這個問題 那你想一下 那要怎麼處理 是要跟還是要Race 發的也不好 我直接是做了一個Race 32K 這樣子就特別難受了 因為這邊如果直接氣掉真的太可惜 畢竟有個2OV卡帶來卡順 我們的Voxon在投石問路 然後這個石頭又被我們的Rusor丟回去 看出來你的頭石問路 你們兩個都沒有什麼東西 小毛衛盪出來 小毛衛盪出來大概率是一些保護的牌 等一下Rusor丟出來你們兩個都一定在搞 然後就自己推出來 而且他的後手已經不支持去 就是他的後手面對這樣兩位玩家 Voxon其實不太支持再去做一個Rebluff了 他選擇跟住 哇抓的真的是精妙啊 抓的是很精妙 畢竟他現在中了 畢竟他現在中了一個頂隊 那也想要看一下對手的一些範圍 到底有什麼些牌 這一下子 底池來到96000 而我們的有效球馬是只有123000 轉牌的一張9 轉牌的一張9 那我們這邊Voxon應該是一個很標準的過牌 就看我們的Rusor這邊會不會選擇一個 繼續一個攻擊啊 選擇過牌 如果這邊兇一點的話 很有可能會整組推出來 難題又回到了 Rusor的手裡 阿童你會整組推出來嗎 我不會 那你會Check嗎 還是選一個下組 9萬6的底是下組3萬 這樣子給了對手一個其實 蠻好跟的 對這個3萬其實打的也是蠻精妙的 給了對手一個訊息 你看我後手就這麼點了 對 然後底池裡面9萬多 我打3萬你只要但凡跟進來 那麼底池就已經來到了15萬6千 而我後手只剩9萬3千 那你面對 如果你繼續抓我的轉牌的下組 那麼合牌如果再過牌 就是要遭遇我的這個all in 我現在就等於攤在明面上告訴你了 我要合牌all in你了 那Voxon這裡是 現在就等於攤在明面上告訴你了 我要合牌all in你了 那Voxon這裡是 選擇了蓋牌 轉牌如果打的話 就把就難說了 可以看到這裡 哦 彈軒的ASIS 三張方片的面上 他的ASIS是沒有一張方片A的保護 我們Naviger這邊是有一個 第二大隊在翻牌的時候 我們沒看到前面的Action 哦 彈軒選擇過牌 選擇控制 底池來到12 5 這邊River被操車了 12萬5千 也算是蠻大的底池 彈軒打得好像一直都是大底池 是 不過他這首牌 他必須得打大底池 AA嘛 那這邊80在對手check轉牌的時候 我這邊其實應該自己會做一個 我猜可能會做一個比較大的架子下注 最後牌的翻前應該是一個彈軒的open 然後大忙為80去做一個防守 然後flop是做了一個過牌跟注 應該可以做一個 對 最後一個三分之二左右一個SIZE 那A也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跟注就好了 這裡也是不可能蓋 哦 我覺得彈軒是有可能的 做加注 彈軒有可能會蓋牌 對 彈軒我看過他蓋過一些蠻不可思議的狀況 那當然我覺得是一個蠻標準的跟注啦 但是彈軒其實因為其實上面都開得很近 那A對手的一些牌的話 如果對手是小忙我覺得比較好蓋一點 這對手是大忙真的不容易蓋 但是他的轉牌是已經選擇了控制 對 所以這邊照理說是一個很簡單必須要抓的牌 可是換一個角度想 其實在盲住衛其實盲住衛換角度 他應該也是要check去code 其實是對他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盲住衛打出來的範圍就已經是一個比較強的範圍 而且盲住衛還是有可能有同化的可能性 因為可能翻牌有 所以是一個比較強的範圍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彈軒不是一個非常標準的GTO玩家 他的線下打法還是比較針對性的 我覺得彈軒很有可能在那邊改掉 因為對手的size也是蠻重的 在20萬 所以彈軒現在並不是在 對 Slow-Raw慢打我幹嘛的確是想到對手的 這個 盲牌下注的這個原因為什麼會下注的這麼大 現在蓋牌了 蓋的非常好 Nice man 彈軒真的太厲害 打的非常好 之後牌 面對對手的一個7萬多的一下注 他蓋的也是非常鬱悶 的確輸給了對手的大量的一個價值範圍 彈軒真的是厲害 他可能在現場做出一些超出數學以外的判斷 就是他有一些 敏感度 敏銳度 我覺得這種就是天賦 就是天分 就像我覺得Brian Kenny也是類似 就是我相信他們兩個是有點像是同一種 就是他們本身有那種野獸的本能 能感受到那種危險這樣子 而且我看彈軒他也不是亂蓋 我看過他真的是都是 很多Nice fall 都是Nice fall 彈軒他是一個 因為他經常 他的鬆胸打法經常是在 就是躺在底池中 所以 對對手的一些主動的下注 會更加敏感 剛剛他的對手也是 比較的 有很多一些比較難以 來一天就來一把A 這裡好像兩家玩家是直接是打到了ALL IN 那PETERS PETER OPEN被COKANOV O 直接ALL IN 那PETER 對於PETERS是一秒就跟了沒有什麼多想 進範圍了 看一下 出現疊牌 是有一定概率是 CHOP 喔 4567 這張牌對COKANOV是最好的一招 很多 很多 分錢 是選擇了分錢 哇 這個PETER的郁悶啊 一個翻倍的機會 而且這把翻倍他可以讓他的籌碼變成50個大忙左右 這一個這把蠻可惜的 陳偉強現在是直播中的CHIP LEADER 有56萬多的自分牌 用一對三選擇在UTG選擇加注 18000 再關下位 David Peters 23個忙注左右 K8同色 直接蓋掉 選擇等待更好的機會 好 譚瑄會不會抵抗他的47呢 47有點 稍微有點差 但面對一個 深馬 我覺得譚瑄打牌感覺他不太 需要看牌 還蠻看狀況 哇 這有點慘 頂隊遇到了一個 三條 三條 這裡 陳偉強看今天 守護還蠻順的 這邊 這邊看的是蠻乾的 我覺得可以下一個很小的 15000 16000這樣子 下一個小小的注馬就可以 48000的底池下注15000 彈瑄在這裡 這個7-4 在這個面上非常好了 已經 沒有辦法看到更好的 真的很難看到更好的底池 對 那面對去Leader 那他們現在有效籌碼蠻多的 那這邊我4其實是不會改牌 我覺得這邊是一個蠻輕鬆的跟組 當然是絕對不會改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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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讓我們的彈軒 又多了一個卡順的機會 轉盤應該會跟得更快 繼續選擇過牌 那這裡3-3是還要打 不過當他再打出來的時候 彈瑄這裡會 想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大多數情況下 這樣子一個board 是7-2-3-6的 牌面 對 明顯是擊中了他大盲位的一個範圍 然後對手是頂著他大盲位的範圍 是連錘兩槍 好第二槍先蠻重的 可以看到 應該是打了一個接近6萬 5萬5千的底線 5萬5 那這裡彈軒 這邊還多了一個卡順 所以他可能也不一定會跑掉 他會考慮到 對手這裡 打一個5萬5的一個住馬 明明知道這個牌的範圍 是進了我的範圍了 還要頂著打 對 而且彈軒應該會相信自己的 買4買5 買其他可能都覺得自己會贏 所以彈軒這邊還是 他就會覺得自己是有一個 將近快10個out的一個出牌 對 其實沒有辦法 即使知道對手有一些超隊的組合 開當7就比較麻煩 還是要 哇 烏鴉嘴烏鴉嘴 真的是 真的是烏鴉嘴 這個7就好尷尬了 這樣放偏7 彈軒現在在想 他會不會當被all in 其實也是有可能 不太會吧 應該 這裡其實 因為對手是UTG的開牌 這裡彈軒有可能會 會 讀對手範圍裡面 超隊會多一些 對 但這張7也是 這張7如果出來 他可能會做一個主動的 去拿 拿對手的一些AAKK的價值了 十二萬五千 蠻重的 那走遠了 這個牌走遠了 打了十二萬五千 真的走遠了 這真的是 張7發的太 張7發的有點太慘了 因為 他也是知道 對手在這裡很 很難有一些什麼四五啊 一些 這些乱七八八的東西 或者是後門話 我覺得我們來猜 你覺得陳偉良all in 彈軒會不會蓋牌 對 我覺得一彈軒的個性 是有可能 會蓋牌的 對 面對這樣子一個狀況 雖然已經套吃 但是 大家知道應該是一個 對 照理來說一般人是絕對不會蓋 可是在彈軒手上 我覺得 他有可能會 可以做到這一點 因為 對手不會把 打不過7的牌 對 對手不可能會在這邊 推個AA 只會跟著而已 對 但這個打了12萬5千之後 後手實在太短了 底池已經來到了80萬5千 痛苦啊 痛苦 他其實已經知道了 自己是大概率小了 大概率小了 但是 他剛剛又蓋了一個AA 蓋掉了 蓋掉了 彈軒真的太厲害了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沒有辦法 這裡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 他兩把都是Big Laydown 而且他不是 不是亂打什麼Buff 然後被打開 還是真的牌都超大的 然後被打開 而且他都蓋對了 彈軒悶的是 他原本算是這一組 Triple League的 他們充滿滿多 介紹剛剛原本五十幾萬 而被打下來 對 連續的打下來 他的打法波動是很大的 當 特別是遇到這種 呃 非常 呃 下風的一個牌路的時候 不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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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的一個加注 啊 小王位 圈九 圈九 做了一個跟注 那對比Piers就是 他也是算打滿年的 而且他真的打很兇 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都會想要進去跟對手參打 哦 我們的 大盲位 大盲位 也是大盲位選擇 跟著一個 勾四 不同 算是一個比較 邊遠的一個範圍 因為是三加底池 他的賠率也是不錯 兩張梅花 嗚 這邊我們對Piers 有一個Fresh Raw 大盲位 直接是 會選擇 早早地退出 這個戰場 在A78的面上 帶一張A 現在是在想說 我們對Piers 會不會 如果遭遇對手的一個下注 會不會選擇 直接O-Win 因為畢竟他只有 20個大盲不到 19BB左右 在59000的體質中 選擇下注35000 在這樣子一個面上 又有順又有花的買 要打的稍微重一點 像35000這樣子去 拿 對手買牌的價值 果然是直接O-Win 20個大盲直接O-Win 沒花死 還是有8個O-Win 轉牌沒有幫忙 沒有多一個買順的機會 哇 這種River中的Nuts River是直接擊中了一個圈海洋桐花 成功的拿到了一個Double Up 196000 可以看到在比賽的這個階段 一個決定生死的敵持